在陣陣高興的見到你 歡迎歡迎的歡迎你 林桃 郭宇冠 這樣林桃也要生氣 好大的官威阿春 這一團 各位記得 上個月出去的時候 林桃首先發問 想國民黨組一團五個人去 林進黨好像都沒去 不好意思 這一團是外交部找的 錢都外交部開 外交部找的 他們沒有出一毛錢 外交部的團 這個月的民主黨同樣也是這樣的團 林桃 江俊廷 秦日昕 康俊宇跟羅雍聖 沒有出一毛錢 是我們納稅人的錢 外交部的團 出錢讓他們出去 官選 但是他們去馬上就發臉書 搞得好像這一團是他們的 害我們這五個人 一直被問說 我們的呢 為什麼都是林桃 為什麼都是林桃 那這十一個人 其實他們的行程是很緊湊的 五個國民黨 五個民進黨 一個民眾黨 那他們其實整個行程包括 我頭尾做飛機中後五天而已 其實前四天都很忙 都很忙 其實第五天基本上就是一個參訪行程 對 那參訪行程呢 我們的這個陳明貞 我們這個陳明貞 因為他呆過 就是主席賴清德的特別助理 他就發現他說 不是啊 這伊利諾州 這芝加哥這裡我也是誰的啊 所以他出發的時候 就問了國民黨 問了民眾黨 說最後一天的晚上 他們有約伊利諾州的政要來參訓 你們要不要一起來 而且這個政要呢 這個政要其實是真的蠻政要的 很政要嗎 他們的參眾議員 哎唷 那想說 賺這個機會 大家就聰明一下 對 反正聰明 跟什麼黨都沒有關係 好 國民黨先說 我們考慮一下 他們有答應 這個民眾黨的答應 好 民眾黨答應 好 然後當天啊 拜國那天會知道 跟問一道 國民黨說 我們沒有要去 哎唷 沒有要去 難怪剛剛報導說 他們嫌都是民進黨的人 他們不去 他們要去星巴克 shopping 對 那民眾黨的這一位呢 說因為黃珊珊要來 所以他沒辦法去 所以到最後就這五個去 對 所以他們灌完千禧公園 我查這個 我們那個陳俊 這個我們這個俊達 王俊達 他查了他的照片 5點345分 拍了一張陳乃宇臉 最大的那張 自拍的 自拍的 陳乃宇在最前面 那張的拍的時間 是5點35分 對 拍完之後 就解散了 解散的意思是說 有一台車就在他們去吃飯 在民進黨去吃飯 民進黨去跟 伊力洛州的參眾議員吃飯 那這個外交部 不能把這個國民黨放假 所以外交部就 排了一個在芝加哥 很有名的披薩店 那個位置不多 而且很難訂 人家訂位都訂好了 6點半要接他們 跟我說5點35分 那6點半希望他們上車 那5點35分 就開始生氣了 生氣了 走到要吃吃的時候 外交部會說 不會有了 我們6點半上餐廳 我們怎麼趕快來 其實給他們放風 時間也有55分鐘 對 5點35到6點半 其實如果他們要去 這個全世界最大星巴克 美國芝加哥星巴克 徵選烘焙坊 也綽綽有餘啊 去總是要擺拍 買個城市杯 肯定有大銀人 說哥買給你 我買給你 我買給你 哥通通買給你 好哥通通買 考不好就是因為這樣的 delay 就delay嘛 然後結果後來上車 上車之後 就要載他們去吃披薩 他們就說不對啊 現在去吃披薩 只能吃四十幾分鐘 為什麼民進黨跑去吃大餐 為什麼我們只能吃披薩 你大小子 對 不是啊 本來就有邀請你們一起去 你們就沒辦法 所以林陶上車 對著芝加哥辦事處處長 淚嚴峰等外館人員發飆 說你們是配合民進黨成員 形成爆民進黨大選 得回我們自己被當小汗 負責安排形成 偏心執政黨大小汗 好 那可是民進黨去吃那一湯的錢 是民進黨自己付的 那我們外館還要安排他們去對不對 那就國民黨人手車 林陶一手車 跟他們說什麼 真真高興能見到你 林陶哥就整個狂起來 你是否刺我 你在否刺我 你們逛街很開心 對 有兩種說法 對嘛 你們逛街很開心 這是一種 哇 你們逛街逛的很開心 對 到底是哪一個 我們在接羅生門 然後林陶就說不要吃 直接去機場 哎呦 那去到機場 機場總是要吃 超派的 去到機場要吃 外交部的人總是要安排他們吃飯 安排他們吃飯 最好的就是 航空公司的貴賓室 還安排他們去貴賓室 貴賓室一定有東西吃 牛肉店 他們就在不進貴賓室 就在外面有一個 有在供餐 也有在供酒的 酒吧 酒吧或是什麼 餐酒的之類的 對 然後就開始 開始大家大吐苦水了 就是林陶哥開始說 啊 怎麼樣 然後呢 結果就開始喝了 對 開始喝了 喝的時候 當然是我經理 你經過 還是你把我喝 喝什麼 還是怎麼樣 我們不知道也搞不清楚 阿哥對不起 都是我的錯 都是我的 我們的情節 我們是不知道 對 那個年輕外交官 當然就是 現在說起來 周刊說起來說 他好像是被灌 或是不生酒力 我們是都不知道 對 好 然後呢 就這樣喝喝喝 喝完了之後 喝到已經點關了 喝到那個 因為他們十二點的飛機 他們七八點就開始喝喝 喝到十一二點 好 這不是比我還會喝嗎 然後呢 喝當然就有一點忙忙嘛 我們點在關了 點在關就只要去貴賓室了嘛 對 那貴賓室像內宇他們五個已經都在裡面了嘛 對 一裡面進去 林涛問你 你進去他有沒有在喝 唉唷 林涛你有沒有在喝 如果陳奶宇不方便講 陳奶宇不用回答 林涛你進去有沒有繼續喝 有沒有跟在場的人說 你要不要喝 林涛自己講 外面喝不到 在裡面 欸 那貴賓室 貴賓室裡面啤酒 什麼是這樣吸一吸一吸一而已 你如果把那裡 當成繼續喝的地方 那你就失態囉 因為那是公務行程 這些我跟你講 你私人行程要怎麼喝都可以 可是那是公務行程 重點是 林涛你的那種 對這個小外交官的這個口氣 你是一個議員 你就是一個六都的市議員 你對我們的外交官這樣子 你就是大議員 對小外交官 然後嗆什麼 嗆沒關係 如果要這樣我回去找齊小青 回去再講 沒關係 回去再講 這樣不像齊小青講 是耶 我們回去再說 回去再說 好沒關係 不要這樣沒關係 你都要對民進黨 沒關係 而且江俊迪也出來幫強 一搭一唱 連番指責外交官 這個外交官在海外 他們如果沒有坐 可是只要台灣所謂的政要 政黨的什麼 你都來什麼部長什麼去幾根的鍋 大部分都要接待 除非你像韓國的韓國 這位去英國沒有人知道 對 他會跟外交部說 你都不要管我 對 有些立委 或什麼出門 他們是這樣 私人行程 私人行程 不要管我 但是如果像這種外交部安排的 一定安排的很好 可是你不要把外交官當成你的小弟 是 不要把外交官當成你的助理 跟人家講說行程排得不好 餐廳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有失啊有失這個政黨的代表 而且你們的所作所為 我跟你講這外交官每天見太多人 一年下來可能接一兩百團 都有 又接私議員 私議員算很小的耶 但是人回去都會說啦 這團回去大家一定會討論嘛 所以林陶的這一個作為 接下來讓這些外交官會出來報這個 那個哭的那個外交官是一個男生 男生被灌酒灌到哭 對啊 但是壓力很大 他心裡已經想說我做錯什麼 我到底做錯什麼 對 我這樣接待到底哪裡錯了 對 然後還要我去道歉什麼什麼 林陶今天自己講 林陶今天自己講說 那個年輕外交官是代替他的長官 來跟我們道歉 哎呦 我們道歉 林陶自己講的 我們道歉 林陶你憑什麼讓人家跟你道歉 就是你把人家當作阿迪亞當作 是你自己要購物的啊 對啊 人家為什麼要跟你道歉 他的大標題是賢梅購物時間 而且我憑心裡 我跟你講 這一個 我們中華民國外交官接待你們 給你們購物時間是SOP哦 當然不是啊 是必要條件哦 你有付錢嗎 你今天不是旅行社耶 你今天旅行社講好有購物時間 我把你cancel掉 你要怎麼罵旅行社是你家事 那是中華民國外交官 是我們納稅人的錢 你shopping不夠 還要跟你道歉哦 真的覺得 我是什麼在野黨 最大在野黨黨主席的新婦 搞什麼東西 說徐曉星罵錢 那我沒弄好 回去再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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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叫徐曉星說的為止 對不對 好 非常謝謝阿川 請阿川回到位子上 另外呢 為了要追這個真相 到底是真的假的 E2Day呢 也特別去追查成像 他說什麼呢 林濤標罵外交官 兩個原因曝 訪團成員緩加 有瑕疵 但綠營是好意 這個一定要跟大家聊 他說什麼 關於此次衝突 據訪團成員透露 林濤向代表觸頭人 表達不滿時 綠營團員已經前往 餐序行程 民進黨是不在場的哦 接著呢 現場只剩國民黨 民眾黨 以及代表處 隨團團員 他說 真的不太愉快 內容是什麼呢 關於此次衝突 不分黨派 隨團成員都認同 此次代表處 同院仍是認真敬責 也跟訪團成員 有不錯的交情 也有在野黨 在野黨哦 在野黨的訪團成員補充 民進黨的安排是好意 雖然辦事處安排 確實有一些瑕疵 但犯不著發這麼大的脾氣 你要耍官威是一回事 可你說 第一個 林濤耍官威二 酒吧評 勸酒年輕外交官 你說耍官威是一件事 第一 外交官沒有必要陪你去喝酒 第二件事情 林濤竟然犯了一個外交的大忌 就是貼文壓寶川普 蔡翔哥 你剛剛講的重點 兩個大忌 因為兩個大忌 正常的人 有血氧的人 有素養的人 都覺得林濤犯錯了 但是我要奉勸林濤 現在已經是農曆七月了 你是桃園人 你千萬不要去大溪 為什麼 大溪有慈福和投僚 你犯的是兩蔣總統的大忌 蔣總統拿起來拿拐杖打死你 尤其是七月了對不對 要小心點 為什麼 第一件事情 蔣介石 我們小時候是比你們可憐 對 我們考聯考要被總統佳言錄 總統佳言錄裡面有一段 外交人員具有不容侵犯的風格 什麼東西 外交人員具有不容侵犯的風格 現在搞到林濤不爽 小鮮肉外交官自責 委屈痛哭 驚動同機旅客 侵犯的外交人員就是侵犯中華民國 在我們小時候背的總統佳言錄 對 我們考聯考要考的 講功說過 都要講功說過 所以林濤你敢去嗎 然後這裡面為什麼他會哭呢 因為我好不容易考到外交特考 我說外交部裡面很多單位 但是沒有一個單位叫做光光署 對 安排行程 這是交通部的事情 沒有叫光光署 也沒有說賠酒部 對 只有裡面第二個 我考了以後呢 我不是做地培的 對 外交人員去是幫你安排公開 那個國家有關的行程 對 公務有關的行程 對 那我們最後有交情幫你協助一下 但是在酒吧裡面圍著一個年輕人 這個不叫賠酒 這個是要你賠罪 是 我們有很多知道嘛 這個長官一杯屬下三杯 對 這個才叫做賠罪 對 所以你會知道平平是勸酒嗎 所以你會看到這個 所謂知情人士裡面講的對不對 一一向一名年輕人勸酒 對 回歸賠是還在喝 直到被迫一一回敬 對 這被迫一一回敬 略顯醉一財 散罷甘休 趕復登基 正好這個不是勸酒 這叫灌酒 甚至罰酒 罰酒 罰女喝酒 他就問 禁酒不喝喝罰酒 罰酒不喝 我就叫徐曉鑫開記者會 所以這個裡面出來的就是 長官一杯你要三杯的一杯 對 我們經常知道 徐曉鑫有這樣願意被林涛扯 扯著虎皮莊大旗嗎 所以呢 弄到的是他們一個年輕的人 羅雍勝都說 緩俠緩俠 連青年團的羅雍勝 青年團的總團團都說 陶哥不要這樣 同黨不要再喝了 對 你們這個狀況 所以他會哭 他會委屈是吧 因為我考了我是代表國家 十年寒窗 我到外面去之後 我是不卑不亢 我是自立自重 對 不容侵犯 結果被我們一個小議員侵犯 說實話 我們以前也跟著行政院團去過 我們對於那些外交人員 其實非常尊敬 很客氣 很客氣 他們也很客氣 然後他們是安排這些行程 對不對 要講藍體點 你怎麼會不尊敬他們 他們的英文比我強幾百倍 對齁 你怎麼不尊敬 沒有看過 連我們這種是編輯的主管級的 總編輯 都不敢這樣子 對 所以這個是讓整個蔣介石 一定拿出蔣總統佳言路 砸下去 對 但是第二件事情呢 壓寶川普 我們記得一句話 很多人都會用 外交部選編 我可以原諒 但是我不會忘記 對 這句話是有典故的 什麼意思 這個東西就是 因為國民黨壓錯保 對 壓了甘乃迪和尼克森的時候 最後 壓了尼克森 對 甘乃迪當選之後 美國記者問說 那個國民黨這樣幹 甘乃迪的名言在全國 那就是二戰結束後 甘乃迪選上後 甘乃迪 國民黨壓錯兩次保 對 甘乃迪上去的時候 再當著全美國人 講了一句話 那我們都可以引用 我可以原諒 但是我不會忘記 哇 這句話現在林陶又犯了 對 那上次更早的時候 就是二戰結束之後 杜威和杜魯門 對啊 那結果又壓錯保 又壓錯啊 壓到最後 杜魯門跟那個紐約時報講說 前面是那個髒話本人講對不對 對 後面一家 他們一家都是誰 結果你國民黨應該知道 美國總統大選 哪是你可以隨便壓保的 結果林陶一去就偷 就貼文 共和黨全代會的團結 成為壓垮拜登的最後一根稻草 這四天共和黨全代會 集中火力對拜登總統攻擊 成功營造團結 成壓垮落頭的最後一根稻草 團結 正剛 溫馨 讓川普衝生啊 我是川粉 可以講嗎 所以其實林陶去官選 他臉書總共針對官選發了三篇 對 這是第三篇 對 但是第三篇你怎麼可以表你的態呢 對 你表你的態 你看我們在選總統的時候 連柯文哲 AIT都要見你一下 對啊 知道你不會贏也要見一下 對 所以基本上外交的是我都要接觸 但是你有聽到 不是我就問嘛 今天AIT如果發一個文 他會講說民進黨全代會的團結 成了壓垮朱立倫的最後一根稻草 然後四天民進黨全代會集中火力 對朱立倫的攻擊營造團結 你一定抗議的嘛 我們不只抗議 美國立刻召回了 對啊 所以你怎麼會壓到這個呢 所以這裡面呢 真正的核心關鍵是什麼 林陶犯了一個大忌 對 一個公眾人物的大忌 忘了我是誰 哦 所以你會回到前一章嘛 再怎麼樣 秦日昕在外交上的位階 也比你高對不對 前駐美代表耶 前駐斐基的代表 駐斐基代表 雖然出了點事嘛 江俊庭 他跟朱立倫的親信關係 也比你大嘛 不好意思啦 這個週刊的排序 林陶在江俊庭秦日昕前面啦 那我們做編務 當然是什麼意義 就是代表著 我做編務 會做成這個樣子的時候 就是刻意的 告訴大家一個訊息 在我們心目中 在他們表現之中 我們綜合所有情勢 林陶大於江俊庭 大於秦日昕 至於後面那兩個都算了對不對 林陶這麼大 朱立倫你要負責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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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